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炒豆角看似简单,但很多人都做不好 口感好像并不是那么让人满意 要么炒得焦黑,要么不是不够脆嫩 就是假生,不入味 因为大家炒豆角不是先焯水就是直接炒 其实都不对 下面就将正确方法分享给大家 准备适量的豆角,我们切掉头尾不要 然后将豆角切成四五厘米左右的小段 切好装入大碗中 然后我们往里边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抹个豆角 我们先将食盐搅拌溶解 然后将豆角浸泡至备用 食盐具有清污解毒的作用 清洗的时候呢,加入食盐浸泡 不仅去除表面的细菌 还可以对豆角表面歇从爬过留下的毒素予以清除 食盐的清污能力可以在浸泡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其他配菜 一块猪力鸡肉 我们将其切成薄片 做这一步之前 我们可以先将其放入冰箱冷冻室冷冻20分钟 这样在切肉的时候呢会更容易些 现在再将其切成肉条 这样炒出来既好看,又更加的入味好吃 好了,切好呢,装入到碗中 这时呢,往猪肉中呢,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胡椒粉去形增香 再加入一勺的生抽 一勺的老抽 然后我们再加入少许的淀粉 好了,现在下手把肉搅打一分钟 这样可以使肉充分的入味 加入淀粉 可以使肉质更加的嫩滑 讲究口感的朋友 可不要省了这一步 接下来我们将往里边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继续搅拌均匀 最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 有两个作用 一来裹住其中的水分 二来还能防止烹饪时粘锅 好了 现在先将其放在一边 腌制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红椒 去掉辣椒籽 把红椒切开 切成红椒丝 用红椒搭配颜色 菜品会更加的好看 如果比较喜欢吃辣的朋友 我们可以将红椒换成小米椒 切好拿装饭盘中备用 跟着准备准备一锅 跟着准备几盘大蒜 一块生姜 切成小块 再剁一剁 剁成这样的小碎木呢 就行了 好了 装入盘中备用 这会儿豆角呢也浸泡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豆角搓洗一下 把软化了的污渍搓洗干净 然后再换水将其漂洗干净 现在我们将豆角控干水分 倒入肉盆中 瀝干豆角中的水分 再将其倒入大碗中 这时我们往豆角中呢 加入少许的熊油 下手把豆角搅拌搅拌 使每一根豆角倒均匀地裹上一层薄油 先裹上一层薄油 不仅可以保持豆角翠绿的颜色 而且呢还能锁住豆角的营养不流失 搅拌至这样呢就可以了 接下来锅中烧水 把火烧开 然后我们再将蒸架放上来 再将豆角放进来 铺均匀一些 方便收拾均匀 蒸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豆角的养分 不像焯水 很容易把豆角的营养流失在水里 而固油对于家庭铺人来说呢 操作太复杂 要用到很多油 剩下的油呢又要另外保存 太麻烦 而没有炒熟的豆角不能吃 吃了很容易发生腹痛腹泻的 食物中毒的症状 所以呢不建议直接下锅炒 蒸的时间呢根据火力代价来决定 一般是水开后再蒸三到五分钟 这样呢不会熟过头 但也已经断生了 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豆角 颜色不会变黑 吃下来呢也比较香脆 不会变软 先将其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去锅烧油了 油肉我们先将肉条放进来 中大火煸炒 把肉炒至变色 这样就可以了 先盛出来备用 接下来锅中留油 油肉我们下入姜蒜末 大火煸炒至香味 这时呢我们再将豆角和红椒丝放进来 大火煸炒 豆角已经蒸过了 熟起来很快 这时我们再往里边呢 加入少许的食盐调味 继续煸炒 吃食材入味 亲爱的朋友们 这段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这会儿我们再将肉丝放进来 继续煸炒 再炒半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美味的豆角炒肉丝 那就制作完成了 装入盘中即可享有美食 豆角炒肉是非常普通的一道家常菜 虽然普通 但想要做的好吃 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 学会今天的做法 让您做出来的豆角炒肉 和饭店里边的一样美味 豆角炒肉丝能好吃 肉丝嫩滑入味 特别的开胃下饭 这座美食一般要讲究是香味俱全 所以豆角的颜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想要炒出来的豆角呈现去绿色 我们一定要学起来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 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食欲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